哈喽大家好,今天带来是燃烧队的统合讲解 首先要知道的是燃烧队目前有四个人 也就是一言要记 但是除非完全掏不出其他辅助角色的情况下 一玩是不需要用到易格尼的 当然也不排除后续他被开发出来 那么到时候不要回来叨我 剩下的三人则都是重要组件 重要程度一次是要记奄奄 虽然短线要加记已经完全足够了 但依然非常推荐大家连带着奄奄一起培养 玩起来更舒适 易格尼除了能挂燃烧以外 和体系内的其他角色没有任何互动 这也是为什么不考虑他的原因 好,接下来详细讲讲 首先燃烧的伤害为法术伤害 受敌方法抗影响 吃技能加成,吃法伤加成 因此提高燃烧伤害的手段很多 并且不同一留学队讲究续助buff来稳定输出 燃烧队则更加注重短时的爆发 大家在技能期间都能够高频的去附加燃烧 而烟烟则能够通过普攻来进行快速结算 烟烟的测评里有提到 燃烧的结算机制同流血相同 大家各自吃到的加成是无效的 只会计算出此情况下 攻击减去法抗以后获得的一个燃烧伤害 然后再算到烟烟身上来进行一个结算 因此同流血一样也是除开攻击其胜以外 各种增伤需要在烟烟身上 才能够将结算的收益最大化 因此目前来看短线我们配队可以是药剂烟烟 加上红黄蓝绿色灵这类强拐或者强输出 任意上就可以 用法也非常简单 Boss破合以后 对立有拐就先吃到加成 然后即将砖烙交给药或者烟烟都可以 烟烟丢砖烙开大招 药随便吞个人 砖烙和必杀都丢出去即可 长线像会战这样的战装Boss 如果依然吃恐惧 那么配队可以是药剂烟 杜若恩菲尔加夫人或者是杜鸭 这之中杜若一方面作为队伍的奶妈 另一方面也能够让药吃掉恩菲尔打爆发以后 再把恩菲尔复活 反复这样进行 让队伍里其余四人都能够吃上恩菲尔的被动衣 从而在最后的爆发阶段 大幅度的提升整体的伤害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恩菲尔专烙使用过后 再复活就不会进行附加被动衣的效果了 因此需要留到最后再用 上夫人则是因为夫人本身输出稳定 同时专烙提供的攻速加成 也能够影响燃烧附加的速度 以及奄奄结算的速度 进一步的加强爆发 燃烧对众人也是靠普攻输出 被动二的收益也很高 至于度压 则是提供了稀缺的法术易伤程序 同样是为了加强爆发 具体用谁 还需要等一次会战来证实 输出循环大致是 初期G和奄奄的专闹都不交 G每次破合前要先吃掉恩菲尔 恩菲尔在被吃的两秒钟内 给出必杀 被吃掉以后 杜若将恩菲尔复活 同时让还没有吃到恩菲尔被动一的角色 站到前方去 附加上效果 要先正常利用高攻速平A 同时注意破合的剩余时间 把必杀交出去即可 奄奄只用开大 结算这期间 要和G附加上的燃烧标记 但要注意 杜若因为只能复活三次 而Boss会有四次入合 考虑到恩菲尔被动一的收益 会比较推荐 第一 二 四次破合的时候 用药来吃掉恩菲尔 一直这样 到最后30秒的长时间破合以后 夫人开砖开大 奄奄开砖开大 即将砖到交给夫人或是药 夫人和奄奄走位即可 然后我们来讲到一些角色深入一点的地方 首先是药 绝大部分已经在他的角色测评里有提到 这里说点额外没提到的 那就是药的必杀非常奇怪 测评里有说到 靠移动是没有办法打断后摇的 但药的必杀动画也没有实际上那么久 当火凤上天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在普攻了 我们用两个例子都能够发现这一点 第一次我们在初期没有平A的情况下 吃掉一名有防精密者以后释放必杀 而在火风落地以后 可以看到很明显一个挥刀动作 接下来就会发现 我们只需要攻击三次 居然就能够附加上一个强化普攻 因此说明除了我们观测到的这次普攻以外 还进行了一次普攻 我们利用G的砖楼来查一下具体在什么时候 我们依然是吞噬掉队友以后 上前开始输出 然后注意观察 或是状态燃底的两层燃烧 在火风升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说明在火风升天的时候就已经再开始普攻了 并且通过观察伤害能够知道的是 这发普攻依然是吃到攻击力加成的状态 这就说明虽然用完必杀就会退出状态 但实际上初伤结束前 触发的任何伤害都能够吃到必杀的加成 也就是我们通过砖楼来打断必杀的动画 虽然特效上看变为了半月斩 但实际上依然是火风能够造成的伤害数额 并且必杀也会正常的打完剩余的伤害 除开砖楼以外 充能再次使用必杀也能够打断后腰 但这样的后果是 后一个必杀不会刷新获得的攻击加成 几乎只能打一秒钟 得不偿失 然后来讲讲奄奄 同样大多在测评里就提到了 这里就讲讲走A 开打以后 移动奄奄时会发现手里的弹弓是红色 我们需要等到弹珠拉到弹弓前 并且蓝色的特效光圈开始扩散以后 我们再移动 否则就会出现没打出去的情况 此外被动一描述的是 每移除一个敌人的燃烧标记 会回复一点能量 实际上是根据移除的数量来决定的 比如有四层燃烧时 移除就是回四点能量 然后是记 详细的也是等到单独的角色测评里来讲 这里只说一下大家问的最多的 记被药吃了 还有法权加成吗 是有的 只要记活着的时候 叠加的成数都会正常存在 包括我们直接吃记来开打 动画持续的两秒内 记还活着 我们都会叠成 动画结束 记倒地了 才无法叠加 然后12秒一到就会消失 另外还有问的比较多的是 是关于重复叠加是刷新 还是每层都单独计算 和其他这类型的技能一样 是刷新的 放心使用就好 另外烟烟测评里漏掉了他的烙印推荐 这里补一下 短线 比如破碎 我们可以携带钟楼或者混沌 钟楼肯定是给要的 所以基本上就只用考虑混沌了 平常的一些副本 则是可以选择携带修罗 提供的法伤跟技伤 都能够增加燃烧结算的伤害 后续也可以期待一下 会不会有专门为燃烧队做的烙印 就像留学队的星象流氏一样 好 目前燃烧队来看 这是一个特化爆发的队伍 但恰好 会战其实也是考验最后30秒的爆发 所以本质上还是跟留学队一样 是长短线都不错的队伍 目前暗喻是毫无疑问的强 会战boss不改机制 继续吃恐惧的话 那么大概率也是会比留学队强的 就等后续来验证了